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屠宰产 也就是杀猪宰羊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建筑特别有意思 建筑特别的空间特别大 这个水泥的石柱特别的高 又很奇特 那么这个建筑解放以后 就转交给上海的一个国有企业 转交给他以后 他们一直当仓库 当着一个储备物质的仓库 然后谁都不知道 把他遗忘了 前几年被我们一个学者发现了 经过考证 原来它是远东 当时远东最大的屠宰场 那么上海 最后上海成立了一个机构 一个公司 又吸引一些企业的资金 用掉了一个亿的资金 把它进行了给改造 现在名字就叫1933老厂房 也是作为一个上海标志性的地标 一个创业园区 当然现在的发展还不是太好 主要是人气不是太足 但是里面一定非常有意思 像这些地方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 它比新天地好玩 比新天地好玩 我们大家可能新天地都愿意去 但这些地方都不愿意去 当然如果让我们推荐的话 还有几个创业园区 一个是天字坊 去过没有 天字坊有的话同学去 你们是不是因为上大离市中心太远了的原因 不至于吧 天字坊 如果你在上大读了四年书 你就待在上大校园怎么行 这个不行的 那跟在西安读四年书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这个地域优势人家利用 天字坊 还有一个在淮海楼上的一个 红房 红色的红 方就是这个方 是上海的雕塑中心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创业园区域区区 我把它分为四种模式 就是它在空间上 它的形成 有四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工业遗产的保护 工业遗产的保护 因为实践关系 我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工业遗产的保护 在上海的创业园区中 它是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这80家 90家左右的创业园区 三分之二的园区 都是建立在老建筑 老工厂 老厂房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老房子 老建筑 这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我们上代因为是新的 所以我们没有老房子 老厂房 一个大学如果有两栋老房子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 如果我是你们的领导 我要给你们领导一个建议 最好把什么 把延长弄的那些老房子 移过来一两座 或者是怎么 复制一两座 都是很有意思的 否则这两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融合 对不对 如果这样做了 就是创业产业 对不对 就是创业产业 就是创业 你把延长弄 把一个学生 特别喜欢的地方 把它移过来 那这里就会形成 上大新校区的一个 活动中心 大家都要去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很多 这个老厂房 形成工业园区 它最重要的是 沿着苏珠河两岸 因为我们知道 从二十年代开始 苏珠河两岸 就变成了大量的工厂仓库 那么在九十年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上海开始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 我现在给学文学 或者所谓艺术的同学讲 这些课我都很累 为什么 大家没有经济学的概念 没有产业经济学的概念 我说产业转移 你就肯定不懂 什么叫产业转移 大家知道 上海一千 它主要是工业城市 也就是说制造业 很多生产企业 特别是棉纺织企业 它都在 包括一些化工企业 都建在苏珠河两岸 那么到九十年代 大家知道 上海已经开始 朝工商城市 服务性城市 卷移了 这些企业就不能 在这儿做了 为什么 它的成本太高 这里的地价太贵 房租太高 它都要转移 开始是向交区转移 宝山啊 向家电啊 听谱啊 向交区转移 然后呢 向上海一外的地区转移 这就叫产业转移 上海上十几九十年代 它的制造业就开始转移 转移之后怎么办呢 这些厂房全部空了 这些仓库厂房 全部成为空房子了 怎么办 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 推倒 全部卖给房地产 大家看看苏州河两岸 最典型的就是江湾 两万城 两万城高楼大厦 当然现在是被很多人痛骂的 就是在苏州河沿岸 建这么高的房子 我们认为是 形成一个峡谷 峡谷地貌 当然我有时候有不同的观点 我说这样更好看啊 对不对 苏州河两岸 为什么非要 一马平穿呢 它有点高楼不更好吗 对不对 我们看国外的一些城市 它也有 这个河的两岸 城市里面河的两岸 有可能起一栋高楼 没关系的 对不对 房产开发 这是最直接的 大量的上世纪末 九十年代 特别是两千年前后 大量的房子被拆掉 这个时候很多文化学者 艺术家 开始了关注这个现象 他们就呼吁这个房子不能拆 要保留 这是城市的文化遗产 但是保留怎么保留啊 你怎么把它保留 它是个工厂 是个仓库 你怎么去保留 对不对 而且它的产权都归属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怎么去保留它 企业还要吃饭 我们知道大量的工人下岗破产 你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们两个人是一定要提的 两个人提一定要提的 一个人是台湾的艺术家建筑师 曾坤燕 这个人起了一个女性的名字 其实是个男士 曾坤燕 台湾的建筑师 他在98年 这是我们考据上海建创业园区 保护老建筑第一人 也是第一次 在98年的时候 他在苏之河南岸 看到正在拆房子 一个老仓库 是1305号 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看 这个建筑还存在 这个建筑后来考证 它是谁呢 是上海的文人 杜宇森的仓库 他的仓库 那么邓库燕看到正在要拆了 他说你们不要拆 你们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我租下来 他租下来之后 办了他的工作室 保护下来了 邓库燕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我前些年跟他接触过很多次 我也对他做过一次专访 就让他谈创意产业 谈这个上海文化发展 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是个搞艺术的 他呢 后来呢 这个人在台湾 他是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他主要 他搞建筑设计 但他不是学的建筑 他最有名的是在台湾设计什么呢 设计别人的婚礼 就别人结婚 他去给人家设计一个婚礼的一个仪式 还有呢 别人家有上司 他去给人家做一个设计 在这方面非常有名 当然他后来到上海发展 据说他现在不怎么样 他做了好几个创意园区 都以失败而告终 他自己跟我说 他把他所有的家产 全部投进去了 现在在阳浦区 一个创意园区在做 那么这是邓坤燕 这个人我们应该记住他 我写过一篇文章 写过一篇他的文章 在网上是有的 第二个人呢 叫刘继东 刘继东是个华人 他是美籍 美籍建筑师 99年他回来以后 他要开公司 很多人建议 你到陆家嘴 因为他是建筑师 你到同济 到这个静安区找个商务楼 他都没有 他说我要找一个老建筑 他就找啊找 最后找到了苏州河旁边 苏州河大家知道 上海有一个最著名的地方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没有同学知道 知道啊 这个应该知道 四行仓库大家不知道 都要打板子了 对不对 那你在上海生活 上海的历史 你又所知怎么行啊 对不对 所以我在上一系 我就建议他们 我们全校要开一个选求课 叫上海文化史 据很多同学很欢迎 欢迎开一门上海文化史 但是没有老师啊 怎么办 我说我可以讲一段 但还要找几个老师一起讲 比如我们请你们 葛老师家 都可以 那么他呢 就在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 它是一个 四行仓库有好几多 连 它连着有四种大的仓库建筑 它当时是上海 四大银行的银行 作为仓库用的 所以叫四行仓库 它其中有一栋呢 因为是上海保卫站的一个地址 一个遗址 所以就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然是不能拆的 但旁边几栋都准备拆掉 拆掉建新的建筑 搞房产开花 那么刘几栋看到了 说不能拆 他说这个房子我租下来 那么最后他出了高的租金 把它租下来 当时那时候的租金说高 其实是当时的高 那现在看来就低了 对不对 租下来以后 他把它重新装修 做成一个创意空间 现在它这个市场仓库 就叫创意仓库 也是80家创意产业基地区之一 经营得非常好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里面的空间非常有意思 很多搞设计的 搞设影的 做艺术设计的 都喜欢到这样的空间去 因为这个空间它高大 还有不规则 它这个水利钢筋 都是后现代的一种感觉 所以艺术家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像我们这样的教师 就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样的空间讲课 可能我讲得更好 这两个人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增进 因为他们为上海的 城市的文化的文脉的保护 做出了贡献 正是由他们这样的 个人的一个民间的实践 加上一些媒体啊 大量的文化人的呼吁 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重视 所以规划就出台了一些政策 大家知道 这个仓库啊 老建筑你是不好 随便把它 因为它的产权都是有企业的 都是一些国营企业在管 而且他们的都是工业用地 因为这是工厂嘛 它都是工业用地 但是你把它做成商业用地 这里面还有一个产权性质的问题 你比如我们上海大学 我们这一片地 它是教育用地 如果你说我在上海大学 这里面空间很大 我开一个超市行不行 你开个小超市可以 小超市是附属的 服务性的 我把大量化引进来行不行 肯定不行 为什么 你这是教育用地 你不能搞商业经营 那很显然 这个企业用地 你也不能随便把它 变成创业园区 开个小商店 里面有小商店 有设计公司等等等等 也是不行的 这里面就遇到政策问题 对不对 那么上海市规划局就规定了 那以市政府的名义 就发布一个规定 可以转 产权不变 也就是这个产权 原来是哪一家工厂的企业的 仍然是它的 但是产权性质不变 但是它经营可以转变 这样一个探索是不得了的 否则你就没法把它改成创业园区 所以上海呢 我们上海市政府是很开明的 民间有这种需求 它又跟一个城市的文脉相关 所以政府就出台了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所以随即上海就形成了一个 大量的老仓库老建筑老 这个改造的一个热潮 这个是上海应该是非常走在全国前列 而且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当然北京做的也不错啊 北京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 798去过没有 798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798艺术区 规模非常大 上海没有这样大的创业园区 你到北京 天安门也可以不去 故宫也可以不去 但这个地方要去一去 很有意思 它主要是艺术品经营的地方 大量的设计 画家 艺术家 这是北京的 北京做的也是不错的 北京做的也是不错 但北京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就是 北京有一个 大家知道首钢 首都钢铁厂 首都钢铁厂 它是在市区里面 首都钢铁厂卷移之后 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创业园区 这个创业园区已经得到国家的支持 成为国家的一个创业基地 影响非常大 那么以北京特别以上海为代表的 这种把老厂房老建筑改造为创业园区 这种形成的在全国形成的一个潮流 可以说 特别是长山脚地区 所有的城市都是要学上海的 他们的领导 包括他们的企业 他们的文化部门 都到上海来参观学习 来复制上海的这种发展模式 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可能会说 这种模式是不是上海的独创呢 是不是上海的发明呢 也不是 我们简单地介绍 它其实是有来源的 最早还是西方 没有办法 我们是后发国家 我们什么都要在西方学习 不学习怎么办呢 我们就跟着他们 对不对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两种模式 一个是苏赫模式 一个是德国的楼尔模式 我先介绍苏赫的模式 就是IHO 我们叫苏赫 苏赫 这个汉语的翻译叫苏赫 它怎么来的 其实它很简单 它其实是纽约曼哈顿的 一个很小的地块 这个地块 一看一看是工厂 它就是铸铁性的建筑 大家看一看 就旁边的 右边的这个图案 它是一个铸铁性的建筑 这种建筑在上海也有 在北京更多 但是我们有时候 不愿意保留它 大家如果 我等会儿会给大家介绍 你要到杨浦区 你看到杨浦区 冰疆带 还保留了大量的纺织厂 纺织厂 那个尖顶 那个半尖顶 非常有意思 我到杭州去过 杭州 它在大永河岸边 它有一个纺织厂 它把它完全改造成一个咖啡馆 非常有意思 它的建筑结构 非常吸引人 那么这块地 后来就 谁说产业卷移 它就一些艺术家 因为它是工厂区 又很破败 所以租金很便宜 很多艺术家 就住进去了 住进之后 后来市政府要修铁路 要把这个拆掉 修建一条铁路 艺术家不愿意了 周围的租民也不愿意了 最后柳越市政府 就出台了一个政策 保留了它 把它作为艺术产业集体区 最后名字就叫 简称叫搜火 其实它是 修士顿以南的所写 这个词它来源就来源 以这个地 所以就形成了 后来形成了老仓库 老建筑 作为艺术园区的一个历史 它是最早的 全世界最早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 国内很多地区的艺术园区 它叫搜火 怎么来的 就这个意思 就从这来的 我看过 我们上海 这个模仿性也很强 南北高架 你走到苏州河 你看到有一个园区 它叫苏河会 苏就是苏州河的苏 河就是苏州河的河 它把州剪掉 后面有一个会 就是文汇报的会 它就起一个苏河 但这个河不是河的剪 不一样 但是其实就是模仿 起名字就模仿它 这是苏河 我们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 第二种模式 就是德国的楼尔工业区 楼尔工业区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楼尔区 原来是一个链铁厂 煤矿区 煤矿区链铁厂 这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它都破败了 就是煤越采完了 钢铁企业搬走了 那一片废墟 很大 怎么办 怎么办 是简单地搞房产开花 还是怎么的 那么德国人很有意思 他就把这么一大片的工厂区 改成了博物馆 改成了文化艺术中心 大量的博物馆 包括游乐设施 楼尔区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的 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文化遗产 那它的世界性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胡泽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都去参观过 参观过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中国有类似的情况 比如我们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也有大量的煤矿区 对不对 那没采完了怎么办 整个区域都破败了 怎么改造 怎么让它这个城市新生 那楼尔区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据说东北工业区 非常想模仿这种样子来再生 但是我们说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们国家的财力有限 因为它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而且楼尔区的 它的开发模式也很特殊 它有国家的资金注入 它有更多的地方政府的资金 它也有更多的是民间资金 那在我们国家 目前这种筹集这么大的资金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的东北的老工业区 它现在还在 都有一些好的设计方案 但是很难实施 这个国力 我们国家还是缺钱 因为它很多 它这些楼尔工业区 它很多都是变成了 公共服务的设施 比如有博物馆 比如有一个煤矿 这个矿已经废弃了 怎么办 要按我们的说法 要么把它填掉 对不对 要么把它挖开 形成一个池塘 我在淮北 我上个月到淮北 他们也开一个会 请我去讲一讲 然后他们有一个地块 就是煤矿采空了 怎么办 它把上面打通 打通就形成了一个湖泊 也非常有意思 本来是一块平原 那形成有湖泊 然后再种上树 就变成一个旅游地了 那么楼尔工业区 它怎么做 它保留了 它把这个煤矿 矿道保留起来 教育青少年 就是青少年来了 可以包括大学生 来了你可以进入这个矿道 有矿工一样的解说员 跟你讲 煤矿工人怎么采煤的 讲这些知识 非常有意思 对不对 它就变成了体验性的一些教育 那么楼尔工业区 事实上对我们国家影响也很大 我们有些小型的 比如我刚才说的 北京首钢 它其实就是受到这种影响 不是简单的把一个工厂区 一个废弃的一个厂区拆走 而是要进行什么 新的一个 在原有的基础上 之上进行改造 我是前年曾经到杭州 杭州大家 中国美院大家不知道去过没有 杭州它有一个国家旅游度假区 就是西湖啊 就是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 我去参观它一个水利场 巨大的水利场 保存非常好 要是一般的官员 政府官员肯定是拆掉 搞成房地产开发 对不对 但杭州市的这个领导 还是有水平的 他没有拆 他们把它改造成创影园区 这个园区现在的名字叫凤凰国际 一个国际化的园区 现在经营得非常好 在前唐江边 就是一个老的水利场 但他没有简单地把它拆掉 所以我们国家 像楼尔工业区啊 在我们国家一般的很多 包括中西部的一些市级的官员 他们都知道 因为他们都去过 非常有意思啊 这两种形式 对我们国家的创影园区的发展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应当说都是示范性的作用啊 不仅有 payoff 如果奠工员